是你没有结构分的妈妈 还是结构分的 一分了呀 一分了 一分了 但是你 我带了孩子 你是好得运的 运的 好得运的到这里来找对象 那不可能的 人家对眼睛都有得连来的 你想找婚介所来 找一个女婭婆婆 完了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这个差点被下逐科令的孕妇 叫做苏满凤 是一个39岁的高龄产妇 本该在家安心待产的她 今天却只能挺着9个月的大运度 奔走在各个婚介所见 想要给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找一个合格的点 而且还要求对方必须有房泳车 越心一万 这些奇葩要求让众人瞠目结舌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女人 这肚子里的还是谁的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需了解 苏满凤本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20多岁就与第一任丈夫相识 等等两个月后 两人就决定闪婚 爱情来得快 消散得也快 于是前后不过三年 二人便因性格不合为由选择分手 离婚后 苏满凤想回到娘家居住 但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所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苏满凤为娘家招来了很多的风言风语 自然不愿意让她居住 甚至还劝她快点找个差不多的对象 把自己嫁了的了 就这样 无家可归的苏满凤只能出去打工 在打工过程中 苏满凤认识了能说会道的男子刘志环 刘志环长大高大帅气 他自称是在事业单位上班 平时穿着上也是流光水滑 再加上一个是大林男青年 一个是离异缺少温暖的苏满凤 他们之间的畸形碰撞 可谓是干柴烈火 所以没认识多久就住到了一起 更是在39岁的时候迎来了他们的宝宝 但是就在他怀孕后 事情却出现了180度的大反转 刘志环竟然失联了 原来苏满凤非常想生下这个孩子 毕竟自己已经39岁了 如果不要这个孩子 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了 而且他以为自己怀孕后 刘志环却能娶她回家给她一个名分 但殊不知刘志环却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更是曾明确地告诉过苏满凤打掉这个孩子 可那时固执的苏满凤却不以为意 直到后来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这下才让他真的慌了 这次在调解人员的帮助下 苏满凤找到了刘志环工作的车管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管所工作人员说的话 让苏满凤瞬间呆住 原来刘志环并不是这里的正式职员 而只是一个挂靠的业务员 刘志男友欺瞒自己的身份 苏满凤很失望 真不知道是该说这个女人傻呢 还是难得隐藏得太好 终于在多番打听后 苏满凤联系到刘志环现在上班的地方 可让就在去往公司的途中 刘志环突然打来了电话 电话接通 刘志环毫不顾忌 女友附中已经九个月的孩子 上来就对着他破口大骂 让他不要再来骚扰自己 而关于自己离开苏满凤的原因 刘志环不愿透露 即便如此 苏满凤从接电话到被挂断电话 脸上都始终带着笑容 而从他对刘志环的联系位置 还是五百二十一 和他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让网友都忍不住着急 哀奇不幸 怒奇不争 直到这时大家才了解到 原来刘志环如今正准备 与前妻复婚 而且俩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现在前妻又怀孕了 所以才着急将苏满凤踹台 男友的欺骗和觉醒 让苏满凤万念俱灰 他听着刘志环曾经唱给自己的情歌 忍不住泪眼婆娑 可想到 腹中的宝宝还没出生 就失去了父亲 苏满凤只能茶干眼泪 又想到一个办法 相亲结婚 不知道是不是言情剧看多了 满脑子的浪漫幻想 真把自己当言情剧的女主了 于是他挺着大肚子 去了一家姻缘公司 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求 苏满凤说 一定要有房有钱 这样可以给我和孩子 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没有生育能力的最好 就可以一心一意对我孩子好 那由于目前 我们先有的婚人 因为我们是做的中高端人群 对于男生的要求 不管多大 我们基本上是母亲以上收入 在上菜有购房的 您会有房的 然后学内基本是在大专以上的要求 今天确实 我这边没有 在先有婚人当中 没有太合适的 一开始听到这工作人员 也是好脾气 委婉地告诉他 我们这里是高端会走 一时没有符合你条件的人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 可谁知苏满凤 根本听不出嘲讽的意思 他真的去了另一家婚介所 进门就主动说出自己的要求 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不惯着他 几个人将他一番教育 尽管这次相亲失败 但是并没有打消苏满凤寻找另一半的信心 他决心去一趟老家冷水厢碰碰运气 毕竟五线城市的相亲标准要低很多 果然在农村就是好者 很快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男人 而且相貌端重 今年才30岁 一时未婚 关键是男子很喜欢苏满凤 愿意和他一起抚养肚里的孩子 正当大家都觉得你好 我好大家好时 然而苏满凤却没有看上王浩 主要原因是和自己一样没有钱 苏满凤表示自己年龄已经很大了 希望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 来为孩子和自己遮风挡雨 他不希望再找一个像刘志环一样的男人 只是外表好看 缺陷一个花瓶 到头来实际一点作用都没有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虽然在一些女人的心中 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思想 认为只要嫁给一个男人 自己的后半生就有保障 可那最起码也要看一下自身的条件 毕竟苏满凤如今已经39岁了 按理说 虽然男子条件一般 但是配苏满凤来说也算绰绰有余了 由此可见 苏满凤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心气比较高的女人 后来解放邻居又给苏满凤介绍了好几个男生 可苏满凤都觉得配不上自己 直到节目到最后 苏满凤还是单身一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